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那我们来看一下挪威的圣诞节 它们都是怎么过的呢 这是我婆婆家 这个是我们下午的时候 在吃饭之前玩的一种小游戏 就是四个颜色相同的 连成一条直线的话就赢了 一 二 三 四 这回我们谁也没有 然后大家看一下圣诞老人来了 圣诞老人在跟他讲 说今年路没有骑路过来 因为今年的话挪威非常少的雪 特别是我们所在的地区非常少的雪 然后那个路的话就是坐上之后的话 它就飞不起来 也不能滑雪过来 所以说这个圣诞老人是走过来的 然后我们家小朋友信以为真了 然后圣诞老人问他 这一年有没有很听父母的话呀 然后小朋友说听了 最后的话他说圣诞老人 圣诞快乐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挪威中部的我们吃的rib 叫做猪排 也是一道传统的圣诞餐 这看起来的话说实话 不是那么好哈 但是吃起来的话还可以 这个是放后甜点 这些巧克力啊糖啊什么的 还有就是放后喝酒 这个右边的话不是咖啡 是那个百利酒 然后这小朋友也在吃甜点 吃完甜点之后就是重要的环节 开礼物 在挪威真的是 除了生日之外 是第二个对小朋友来说 是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 就是圣诞节 因为这一天的话 他们会收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圣诞礼物 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这个的话是一个朋友送的 圣诞的小袜子 然后里面装满了一些小糖果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的话 说实话他还属于这种儿童期 对于糖果的话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个的话也是小糖果 巧克力这种 然后因为我父母 因为我妈妈吧 我父亲今天去世了 然后我妈妈的话是在国内 所以说有些礼物的话 我也写上了就是他的名字 还有一些其他亲属的名字 就是意味着告诉我们家小朋友 就是也是国内亲属的一个牵挂 这个的话 就是小朋友现在猜的这个 是我写的 是我们家一个亲属给的 是他喜欢的 一款游戏机 他看到后非常的高兴 然后这个的话是那个 就是也是儿童玩的那种 就是像打枪的那个玩具 但是每年的话我也会发现 从这些玩具和游戏当中的话 也会感觉到他每年都在 就是长大思想上也会变化很多 对于一些东西的话 他也没有那种以往的那种 就是特别特别开心 还有这个的话 他是比较喜欢的 虽然说这个表情的话 感觉是不太喜欢 但是他是非常喜欢的 刚刚那个的话 是钱币收集的一个册子 他非常喜欢收集钱币呀 这些 然后地上都是他的一些礼物 像我们送给他的呀 他奶奶送给他的呀 姑姑啊 叔叔啊 还有我的朋友啊 我老公的朋友啊 还有邻居啊 送给他的 所以他也是非常高兴的 在地上都是 满满都是他的一些 礼物书啊 玩具什么的 这件衣服是我婆婆给我织的 挪威典型的这种毛衣 然后我今年说实话 收到的最喜欢的一个礼物的话 是挪威的一个叫做 Korekivijalvi 它是挪威第一个摄影艺术家 他的这个画册 因为为什么叫做画册 而不是摄影册呢 就是我以前的话 发出来的话 我都会感觉 我是不是说错了 然后我还特意去问了一个老师 老师说是应该叫画册 这个就像是他前然介绍的一样 其实图片的话 图片和文质 对于历史的研究 对于一个艺术家的研究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宝贵的证明 然后我朋友送给我的一瓶香水 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味道 我觉得他挺了解我的 知道我喜欢什么 吃饭也吃完了 拆完礼物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游戏 也不算是游戏吧 就是这种问答 就是关于历史啊地理啊 什么的 这种好多问答 这是第二天早上 我们的早餐 这是在我婆婆家 我婆婆做了好多好多的早餐 这种制住餐 最近会分享的短一些 因为忙于圣诞 还有忙于摄影嘛 我希望自己好好学习 然后拍出更美丽的照片 跟漂亮的照片 更有意义的照片 然后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